中方将2019年从杰博载进口大米的配额增加到40万吨 这个大家知道是2018年是30万吨 就多了10万吨 这个大家也知道 杰博载在大米出口上遇到了一些困难 双方同意冲锋发挥中国东盟自贸协定 对促进双边贸易的应有作用 并越实时探讨启动 终结双边自贸协定可行性研究 这是重点 我觉得这一点它的意义不仅在于 充分体现了中国对杰博载的坚定支持 同时也向外界发出了 终结双方坚定支持自由贸易的积极信号 此外呢双方领导人还同意及时解决这个西哈鲁克港经济特区 进双边到西哈鲁克港高速公路 吴哥国际机场等基础设施 重点项目实施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 特别是土地纠纷问题 这里面我还想特别强烈就是这个 捷博载也是一个农业国 那么就是说这个加强农业领域的合作 特别是这个农产品深加工技术合作 这个对捷博载这个农业发展就有很重要的意义 你比如说捷博载大米这个产量很高 那么大米出口以后呢 那我们可以在捷博再建一些这个大米相关的这个农产品这个加工工厂 深加工 那么这些产品就比较容易再出口 这个所以我说这个农产品领域这个和这个深加工的合作 这个领域是一个重点推动的领域